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天气和气候是同样一个概念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天气是什么 气候又是什么呢 首先它们当然不是一个概念 天气指的是在一个较短的周期里面 在较小的范围里面的气象变化 比如说南京 我们昨天下雨了 今天出太阳了 明天呢 可能是在一个较短的周期里面 可能是阴天 这些呢 都是短时间还有小范围之类的变化 所以说呢 它们是天气变化 而气候呢 恰恰相反 是在一个大范围 长周期里面的气象变化 比如说对于我们江苏来说 江苏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我们的夏天呢 通常会比较热 夏天呢 也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 那么我们江苏 夏天通常比较热 这个呢 就是一个气候了 所以说这样说起来呢 每个地方的天气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我们南京阳光明媚 气候宜人 但是离我们不太远的上海呢 却有可能下着倾盆大雨 而且温度呢 也冷得有点让人瑟瑟发抖啊 天气会受到我们每个区域 它的气象条件的影响 所以说自然 每个地方的天气都会不一样 那么同样的地方 同一个季节 是不是气象条件都是相似的呢 根据气候的描述啊 的确是这样的 比如说处于北温带的江苏 我们夏天通常会比较热 冬天呢 通常比较寒冷 我们四季分明 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祖国的南方 我们来到了海南 就会发现那儿呢 一年四季都像夏天 非常的炎热 跟我们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候 当然尽管气候几乎保持不变 但是天气呢 却时常有所起伏 比如说在一个本应该非常炎热的夏天呢 由于一场暴雨 结果呢让温度骤降 我们都突然感觉到有点寒冷了 在一个本来应该非常寒冷的冬天呢 却由于某一个周末的阳光明媚呢 结果让这一天过得非常的舒服 温度呢也非常的宜人 对啦 所以说我们是离不开天气预报的 气象学家们呢 通过收集风速 风向 大气压力 还有大气温度 等等这些数据 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整理和研究 找出他们同天气变化之间的规律 于是呢就可以总结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科学的天气预测的方法了 利用他们就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准确的天气预报了 好现在我们赶紧利用我们自己的工具来建立一个小小的气象台吧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材料呢 主要是有瓦轮纸板 这样一个玻璃瓶 透明胶带 剪刀 小牙签 这样一个吸管 还有一个气球 一个橡皮筋 然后还需要一点黏土 双面胶 彩笔 彩色卡纸和白色的卡纸 首先第一步呢 是把我们的气球 装到我们的玻璃瓶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气球呢 剪开一下 然后把它给套到玻璃瓶上面 好 泡紧 泡紧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用这样一个橡皮筋 把它勒紧 这样我们的气球呢 就更不容易从我们的瓶子上面 给滑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黏土 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 制作好的瓶子 加上它的这样一个皮筋盖子呢 把它粘在这个长的 瓦轮纸板上面 好 把黏土打开 好 尽量把它摁紧一些 这样它就稳稳的站在 我们这个板子上面了 注意我们到时候拿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拿瓶子 而不是拿我们的底板 因为瓶子很重 底板很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给我们的气压剂呢 装上这样一个小小的纸针 我们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吸管来作为纸针 然后在吸管的尖端呢 粘上这样一个更细的这个小牙签 好 我们可以先把牙签呢 粘上去 我们使用透明胶来粘牙签 好 就像这样粘紧了 然后再把它粘在我们的气球上面 我们可以用双面胶来粘 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 粘在气球膜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尽量要把我们这个吸管的尾部呢 粘在我们瓶子的中心点上面 然后呢 要把我们的吸管呢 直直地对准我们瓶子的右侧 好 就像这样 好 现在它可以这样来移动 当外面的气压很大的时候呢 就会把我们的这个气球呢 往里面压 于是呢 指针就往上抬 当瓶子里面的气压高于外部的气压 也就是说我们外界的气压比较低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这根指针呢 就会往下指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 到底我们的大气压力是多少 从而可以来预判天气的情况了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制作我们的刻度盘了 我们的刻度盘呢 最后会这样给它立在这边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看啊 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呢 是这样的 会立在这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一个瓦轮子板 立在这个瓦轮子板上面呢 我们就要用到一个三角形的结构了 好 拿出另外一个瓦轮子板 然后剪出一个三角形 好 这样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呢 可以起到一个非常稳定的作用 你看 我们就这样 这样来把它粘起来 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到 我们的黏土 好 然后呢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会有点晃 但是等我们的黏土干了之后呢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稳了 好 我们可以看看啊 哎 现在呢 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气压剂了 好 但是这样气压剂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纸针这边呢 做这样一个装饰 比如我们可以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装饰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绿色的卡纸呢 来把我们的这样一张卡纸呢 覆盖起来 然后再用白色的卡纸呢 剪出这样的云朵 剪出太阳 我们可以用彩笔呢 来把太阳给画出来 在旁边呢 剪出这样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的卡纸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观察每天 我们的气压是如何变化的 并且在这根指针所指向的这个气压的位置呢 要画上一条线来记录我们的气压的变化 同时还要记录出来 气压的变化和天气变化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 好 我们用双面胶来把它粘在这上面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粘上一个白色的长方形 以便我们后期的时候能够来画刻度 好 把它呢 粘在这样一个地方 好 放在 指针呢 要放在它的中间 好 于是 这样一个我们非常漂亮的气压剂 或者说我们的天气预报站呢 就已经制住好了 剩下来的呢 就需要大家每一天去根据我们指针的变化 做出记录 并且最后给它完成一副非常漂亮的装饰了